第1629集 所有的路线都记清楚之后 他右手一扬 这张纸被风吹走 浮在半空中 迅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 你干什么 你不去那里了吗 阿努斯吃惊地看着叶昊轩 路线我已经记下了 这张纸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尤其是对你来说 除了徒增一些伤悲之外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我觉得呢 人还是要向前看才行 过去的事情啊 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不需要再自责什么 后面的路还有很长的 也好喧嚣的 阿努斯 哆嗦着嘴唇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的确 这些年 他给自己带的包袱 实在是太多了 而这些事情啊 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压在他的身上 而现在呢 他突然地觉得 自己身上的压力 在这一瞬间 全部不翼而飞了 得到了路线之后 夜好宣显的有些兴奋 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停留 找了一头骆驼 便出发了 一路上沿着原定的路线 向前走 一路上 荒沙遍地 一望无尽 倒是有着 别样的一番风景 只不过一个人在路上 似乎是有些孤单了 刚开始走入大沙漠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绿粥 一些绿色的植物 但是越向里面走 这些绿色的植物 就越来越少 一眨眼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太阳已经偏西了 今天的天气十分好 太阳偏西以后 颜色也变得有些金黄 金色的阳光照在大地上 让得整个沙漠显得都金笔辉煌的 找到了一片平坦的地方 夜好宣停了下来 他取出了一瓶水 喝了一点 然后把剩下的浇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这里的天气是真的热呀 而且夜好宣感觉呀 这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消耗着他的体力 即使是他有着凤魂之躯也不例外 这些还不算是太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地方 夜好宣感觉自己的体力和普通人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体力消耗得很快 而且之前天上火辣辣的太阳 让他感觉到头晕脑胀的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种头晕眼花的感觉了 感情在这里 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消耗着他的力量 让他和普通人一样 会累 会干 会缺水 会困 也会乏力 但是 他这个往脑袋上浇水的举动 只要是被这经常行走于沙漠上的人看到了 一定会大骂夜好宣浪费水的 他是不知道在这沙漠里 水的重要性 不过看着地图 这个地方已经算是沙漠的深处了 人非常的少 因为这片沙漠是被金字塔国人视为禁地的地方 当地人认为 这个地方 是曾经有过神灵栖息的 普通人是不允许进入打扰神灵的 休息了一会儿 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夜好宣睁开了眼睛 虽然他在这里 实力似乎是受制 但是事实上他的体力消耗得快 恢复得也快 毕竟底子好嘛 在这里休息了一阵 夜好宣站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骆驼 这只骆驼刚刚吃了一些豆饼和甘草一类的东西 他也在园里休息 看看时间已经五点多了 这个地方天色黑得比较快 所以夜好宣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然后明天继续向前 看看地图 这个地方距离死亡之海那个地方 还有着数公里的距离 不管是在哪里吧 只要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夜好宣都不认为走夜路这是一件什么好事 所以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 好好地休息一晚上 然后继续地向前再走 有了空间手镯以后 夜好宣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 那都方便得多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 那都是随念而来 信手拈来的 只是可惜的是 他的空间手镯空间有限 他寻思着 什么时候这材料不缺了 去找邵清莹把自己的手镯升级一下 最好是再扩大两倍 到时候他就愉快地 可以把越野车给放进去了 只可惜啊 现在地球上对于空间手镯的材料 那实在是少之又少 就算是军队 那也是优着点 邵清莹能在不多的材料中扣下来一些 帮他打造一个空间手镯 这已经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自动伸缩帐篷 收缩合金材料的餐具 这些东西真的是野外旅行居家必备的东西 在沙漠这种条件艰苦的地方 叶浩璇还能吃上热气腾腾的东西 当真是比较奢侈 吃完饭以后 天色已经完全地黑下来 夜幕降临 天上没有月亮 只有繁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 而且天空十分的晴朗 就好像一张清晰的壁画一般 没有一丝的云 吃饱喝足 又拿着一瓶啤酒 躺在毯子上 看着天空中的星星 叶浩璇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休息好了 他就拿出电子地图 看了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已经是沙漠的深处了 而且身为禁地 一般都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的 叶浩璇拿出了手机 搜索了一下这片区域发生过的事情 果然都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刚刚关上了手机 正打算休息的时候 叶浩璇突然听到了 无声处有人声在拉近 听到这声音 是一男一女的声音 前面似乎是有人 我们过去看看 男的声音比较沉 但是叶浩璇听得出来 这是正宗的华夏鱼 这两个人是华夏人 这是绝对错不了的 女的似乎情绪也不是太好 她冷哼了一声 然后便向着叶浩璇所在的方向 赶了过来 叶浩璇四下看了一下 现在掩灭火光肯定是不现实的 她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在沙漠中稍微一点火光 那在很远的地方 这就能看得到 而且叶浩璇更想不到的是 这个地方居然还会有人出现 而且还是一男一女 不过叶浩璇感觉 这两个人在这里 绝对不是为了旅游而来的 翻身坐了起来 叶浩璇拨了一架火堆 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 一男一女两个人走了过来 男的身形十分的高大 但是他的行动有些不便 走起路来十分的沉重 就好像是拖着什么东西一样 叶浩璇看了一眼 只见他的脚下拖着两根厚厚的铁链 而在他身后跟着的则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走起路来十分的利索 虽然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疲惫 但是从他走路生风的样子上就能看出来 他绝对不是一般人 看到了叶浩璇 看到了叶浩璇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如是重负的表情来 男人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哎呀太好了呀 走了这么远终于见到人了 这位朋友可是华夏人 那个女人用试探的语气对叶浩璇说 当然她用的是华夏语 叶浩璇点点头 是的华夏人如假包换 哎 听叶浩璇用中文回答 两人脸上的表情更是一松 出门在外呀 尤其是这种抑郁的国度 就更重要的是 在这凶险的沙漠里能遇到同胞 这本来就是一件十分惊奇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这两人看起来这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而叶浩璇看起来则是有几分惬意 这才是这两个人惊喜的地方 那我们方便在这休息一晚上吗 女人道 我叫余杰 当然没有问题 叶浩璇慢条斯理地说 不过 你要解释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余杰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璇 她不太明白叶浩璇的意思 她身上绑着的铁链是怎么回事 不要告诉我你们两个大半夜的出现在这沙漠深处 就是为了玩SM 我可不信 叶浩璇笑了笑 她指了指 男人身上的铁链说 你想多了 余杰有些恼怒地瞪了叶浩璇一眼 然后看着那个被铁链锁起来的男人 我控制着他 自然有我自己的道理 你也不需要管太多 落到你的手上真的是我的不幸 男人笑呵呵地说 他坐到了火堆前岛 直说了吧 我是一个通缉犯 余杰是国际刑警 我被他追了大半个地球 最后无奈地跑进沙漠里 可是我低估了这个女人的耐力 他居然跑到沙漠里把我给抓了起来 国际逃犯 叶浩璇 大笑了起来 他盯着男人道 我怎么看也不像啊 我看你倒有点像是 对人家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然后人家对你穷追不舍吧 闭嘴 不是这样的 余杰有些恼怒地看了叶浩璇一眼 然后 他也坐了下来 好吧好吧 刚才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叶浩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他觉得这两个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 不然的话谁也不会在这大半夜出现在这里 然后 男的脚上还带着铁链 要什么 叶浩璇扬了扬手中的水 在沙漠中啊 水的重要性远远地超过了食物 所以说来这里的时候 叶浩璇准备了大量的水 怕的就是沙漠里面找不到水源 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而且这片沙漠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以叶浩璇的能力 现在就算是不喘气地跑上三天三夜 他也不会喘一口气 但是在这片沙漠里面 他的体力消耗得极快 和普通人都有一瓶 这让叶浩璇有些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或许在这片古老的沙漠里面 确实是有些无形的魔力 在禁锢着这些外来的力量吧 谢谢 看到了水 两人都露出了一丝饥渴的目光来 他们毫不客气地接过了叶浩璇手中的水 那男的性格比较粗犷 他拿过水就是一通猛灌 一瓶水几乎瞬间被他喝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又用一副眼巴巴的目光 看着叶浩璇 哥们 还有吗 有 叶浩璇又拿出来一瓶丢给了那个男人 然后他又拿出了一点干粮递给了两个人 于婕倒了生血 然后他接过叶浩璇手中的压缩饼干 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 相对于那个男人而言 于婕的吃相那就优雅得多了 叶浩璇看着于婕 他觉得于婕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刑警那么简单 他看起来更有些像是一个大家闺秀一般 因为从他的言谈举止上就能看出来 他绝对不是那种粗糙的人所能比的 与他们也不是太熟 只是路人而已 所以说叶浩璇也没有跟他们两个人客气 两个人吃完了东西 叶浩璇在这里坐了一会儿 便回到帐篷里面去休息了 这个地方对他的体力消耗得相当快 所以叶浩璇回到了帐篷以后 躺下来片刻以后便进入了梦乡 外面的那对男女就一直坐到火堆前 他们两个一直是相对无言 只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叶浩璇明显地听到两个人在争吵 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我可是你的哥哥 这是男人的声音 你现在知道你是我哥哥了 于婕的声音有些愤怒 好好好 男人苦笑的 我承认 当天在那里我是有些自私了 但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弱点 原谅我 我太喜欢那些东西了 我也不是要独享 我当初也不是为了要抛下你 而是我的心魔 心魔懂吗